回国一年多前 其实台湾当时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台中这名男子酒后凌晨跑到超商 没有戴口罩 那么店员就提醒他 于是乎遭到这名男子手持玻璃罐暴打 导致店员眼眶都碎裂 肋骨还断了时根 一审判处两年十个月 但检方认为判太轻于是上诉 台中高院法官认为检方上诉有理 所以撤销原判 加重判刑三年十个月 陈信超商店员躺在病床上 炎炎一息 头部两处撕裂伤 眼眶碎裂 肋骨断九根 即微劝客人要戴口罩 近遭对方暴打 你要做什么 怕了啦 2021年10月 周姓男子凌晨酒醉进入超商 当时正值国内疫情严峻 直大夜班的陈信店员出声提醒他要戴口罩 没想到男子心声不满 持玻璃罐攻击暴打 被害人重伤住院 休养长达半年 连一句道歉都没 被方完全没出面 肯定你还是去不去的 近过一年多被害人陈先生 伤势虽然已经康复 但心里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换别间了 还会值待大夜班吗 没有 不会了 公司也考虑我附和不了吧 也会怕 法官一审判处周姓贤办两年十个月刑期 但检方不服提出上诉 台中高分院撤销原判 加重判处三年十个月 我是警察于能加重是加重 这种人就让他去关一关吧 被害人陈姓店员表示 嫌犯没有赔偿和解 至今连一句道歉也没有 认为对方应该要接受法律制裁 全案还可再上诉 谢谢黄金学亮无聊台中报道